同志皇帝是慈禧与咸丰六年所生 同志六岁时便登基称帝 同志十二年清政 但却于同志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病逝 此时据其清政日期不到两年 对于同志的死因朝野上下说法各异 至今仍是个谜 有人说同志是死于天花 翁同和是同志受读师父 曾多次奉两宫太后之命前往探视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亲眼目睹的同志弟的病情 十一月初二 人至内务府大臣处 见玉衣里得利盐天花三日 又即初八日 福见天眼目露微光 就在同志弟病逝当月 慈安太后之女也因患天花而死于宫中 说明当时宫内确实流行天花病毒 同志弟不幸感染 近来 学者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象的档案 档案中说 自同志发病以来 赵玉衣里得利入宫请脉 肯定同志弟是死于天花无遗 然而 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 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志弟是死于梅毒 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志弟微服出巡 嬉戏游乐 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 这记载 同志弟十分敬爱端庄贤静的阿鲁特氏皇后 但慈禧不喜欢阿鲁特氏 因为阿鲁特氏文静不爱热闹 慈禧多次责罚过她 但她依然我行我素 慈禧便觉得阿鲁特氏故意不给自己面子 而阿鲁特氏对同志皇帝则是笑脸相迎 慈禧更认为她是狐媚祸主 于是限制同志皇帝宠爱她 加之慈禧特别喜欢侍郎奉秀的女儿 强迫同志宠爱她 想策立为皇后 可是奉秀的女儿虽然漂亮 举止却特别轻浮 因此同志弟特别不喜欢 在慈禧的干预下 婚姻不幸福的同志与太监常常微服外出 寻花问柳 但同志怕臣下看见 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 专门找些隐蔽的小妓院 其初人们对她的身份毫无察觉 后来知道了她是皇上 也假装不知道 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志的这种行为 屡次劝谏却毫无成效 同志染上霉毒之后 开始时毫无察觉 可后来 面部背部出现了斑点 才照太医诊治 太医一见大惊 不知如何是好 慈禧却传旨 向外界宣布说 皇上只是染上天花 因为御医们畏惧慈禧 于是就按照天花的依法开药 没有效果 梅毒在当时是绝症 以天花制止 显而是为了掩盖丑闻 以免丢皇家脸面 所以同志后来就日益病重 下部溃烂而死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 还有待考证 但这些传闻传之甚广 同时同志帝又死得蹊跷 因此许多人怀疑 同志死于梅毒 也就不奇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